美国向欧洲多国征兵加强北约防御俄罗斯 美国总统拜登6月29日周三表示 美国将长期大幅增加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包括在波兰建立第一个永久基地 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加强该地区的安全 此外,美国还将向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征兵 也是作为美国努力帮助北约加强防御的一部分 据美联社报道,拜登周三29日 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开幕式讲话中 宣布美国将在波兰永久驻军 他还表示,美国正在向英国征派两个F-35战斗机中队 并将向德国和意大利派遣更多的防空和其他军事能力 拜登说,今天我宣布美国将加强我们在欧洲的部队态势 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并加强我们的集体安全 此外,拜登在28日周二晚些时候 抵达马德里参加北约峰会前夕 还宣布了向西班牙侦派两艘海军驱逐舰 拜登在北约年度峰会开幕式上 与北约秘书长颜思斯托尔滕贝格会面时表示 北约强大而团结,会议期间将采取的步骤 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集体力量 斯托尔滕贝格周三29日早些时候表示 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北约正面临至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 他对拜登的声明表示欢迎 斯托尔滕贝格对拜登说 这确实表明了你在跨大西洋纽带中的果断领导力和实力 感谢你和美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拜登表示 美国将永久驻扎在波兰的 是美国陆军V军团前沿指挥部 他表示 此举将加强美国与北约在北约东翼的互操作性 此举也标志着美军首次永久驻扎在北约东部边缘 拜登补充说 美国也在加紧向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地区 轮掉部署军队 美国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 赛莱斯特·瓦兰德表示 美军在波兰建立永久存在 将是帮助北约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导致的欧洲安全环境变化的关键 美国提供了北约的大部分军事力量 美国官员强调 波兰永久基地仅适用于总部单位 不适用于战斗部队 因此符合1997年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协议 该协议同意不在东欧设立作战部队的永久基地 旨在为后冷战环境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波兰副外长帕维尔·贾布·隆斯基 告诉波兰国家通信社PAP说 增加美国指挥机构的决定 是美国和波兰之间日益密切合作的体现 并将让北约盟国深入了解俄罗斯的威胁 拜登派往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地区的美军作战部队 正在轮换部署 而不是永久分配 以保持遵守协议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 没有就这些变化与莫斯科进行沟通 也没有要求这样做 拜登在周二28日抵达马德里 参加北约峰会前夕 与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举行了会谈 会谈中 拜登承诺将驻扎在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的 美国海军驱逐舰数量从四艘增加到六艘 拜登对桑切斯说 正如我在俄乌战争开始前所说 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袭击乌克兰的话 美国将加强我们在欧洲的武力态势 并应对新的欧洲安全环境的现实 拜登还说 这些新的承诺将共同展示盟国的团结和决心 以及北约对我们安全的360度全方位应对 美国目前在欧洲部署了超过十万名军人 比四个月前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前 增加了越两万名 现在波兰的美国驻军至少有4700名 斯托尔滕贝格周一27日表示 北约计划大幅增加其快速反应部队 达到超过30万名士兵 这个部队的目前人数是4万 斯托尔滕贝格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将把联盟东部的战斗群提升到旅籍 我们将改造北约反应部队 并将我们高度战备部队的人数增加到超过30万人 拜登预测本周的北约会议将成为历史性峰会 因为领导人们将批准新的战略框架 宣布一系列增加军费开支和能力的步骤 并为历史上长期中立的芬兰和瑞典扫清加入北约的道路 拜登认为普京认为他入侵乌克兰后会使北约成员国分裂 但是却得到了相反的回应 拜登说 普京过去在寻求欧洲的芬兰化 现在得到的是欧洲的北约化 这正是他不想要的 但这正是为了保证欧洲的安全需要做的事情 土耳其是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最后一个反对者 但是在周二28日晚些时候达成了协议 支持将芬兰和瑞典加入这个已有30个成员国的军事联盟 白宫表示 美国不是谈判的直接当事方 但是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拜登周二28日与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进行了交谈 鼓励他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扫清道路 白宫表示 这两位领导人定于周三29日下午会面讨论其他问题 拜登周三还将与也在参加北约峰会的韩国总统尹熙悦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因为北约希望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联系 并应对来自共产中国的挑战 白宫表示 这三位领导人还将讨论应对朝鲜的核计划 和弹导导弹计划的四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